世界上的城管只有刚性和柔性两种结构 早在港珠澳大桥的前期设计阶段 国际知名捣碎咨询公司的专家们就认为 无论采取哪种结构 对港珠澳大桥都不合适 那么刚性和柔性结构又是什么呢 刚性的城管结构就像是这样 它就好比是一个长条的积木 如果把这样的城管放入水下 好处是街头少 漏水的概率低 但是如果受力不均 城管出现开吏或者是漏水的概率就会很大 那柔性结构呢 就是全体工程 就像是由很多块小块的积木拼接在一起形成的 这种结构比较能够应对水下受力不均的问题 但缺点是街头多容易漏水 对于在离地平面有十几层楼 那么深的距离中 一旦隧道漏水 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刚也不对 柔也不对 到底要怎么办呢 总工程师林明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他发泄情绪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跑步 他每天都跑 高兴了 郁闷了 都跑 一边跑还一边思考工作的问题 然而林明跑了一年也没有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直到有一天林明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他脑子里突然就蹦出来了一个念头 如果钢和柔都不行 那我们能不能一半钢一半柔啊 半钢线是林明在钢柔之中找到的一个平衡点 具体做法就是把180长的大城管分成八个小节来制作 然后用钢脚线像串糖葫芦一样 把它们都串在一起 再将其拉近 这样的钢脚线 每一个城管都要串60条 经过三年不断的试验论证 林明团队终于研发出一整套城管生产运输的方法 而接下来的城管安装是整个捣碎工程风险最大的部分 然而城管什么时候出海 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天吃饭 一般来说城管安装作业必须选择一个风浪较小 气候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合适的天气 工程人员将这种天气称之为气象窗口 为了准确预报城管出海的气象窗口 相关部门花费了三千万元 与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以及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合作 从2011年5月份开始就在做海上气象的研究 在做城管出海的总体决策之前 必须要做七到十天的中长期预报 做城管出厂准备时 要做三到五天的短期精确预报 而对作业时机的选择 则需要做24到48小时的精细化预报 对于桌江口这样的恶劣环境 在天气好的情况下 一个月也只能找到一到两个 可以作业的气象窗口 排风季节则有可能会几个月 也没有这样的气象窗口 理论上一年只能盛放安装 十个左右的城管 为了保证司机在海底隧道开车时的安全问题 海底隧道不能完全装成直线的 如果海底隧道全部是直的 那么司机在隧道中开车时间长了 难免会精神松懈 注意力不集中 引发交通事故 这就需要隧道在设计上有一定的弯度 使得司机要时刻注意方向的变化 保持注意力 而隧道要有一定的弯曲度 就造成33节城管 每一节的形状都不一样 都有细微的弧度变化 这些城管拼接到一起 最终有一百八十米长 有任何偏差 有任何的受力不均 都有可能引起渗水 或者材料裂缝 这一方案对于孟凡超来说 就像是生命一样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据孟凡超回忆说 他从参加工作的一开始 自己的生命就与大乔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